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个因为情色而被禁的一个女作家 然后又是年纪特别年轻嘛 以前被禁的都没有这么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玩整个 可能我现在可以说好玩 但是我前一段时间沉浸在其中的时候 是应该是非常痛苦 觉得非常疲倦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是在国外 当然不可能有这种反应 但是这是在中国 不能说是全部的典型 但也是一部分 代表了一部分的年轻人在上海 就是这样一个很摩登 现代大都市的一种生活 他们就是我的故事是完全真实的 在劳动那么多人 刘宇彬科是从检台上承过来 我相信那个就是政府不在于说 那个卫会它描写了多么的 那个深刻的性经历 而在于说在这个方面 就是政府考虑的是社会影响 就政府希望那个 至少说政府希望说青少年不要过 说像卫会那样的生活 但是说既然说卫会现在很红 然后他的书很畅销的话 那么你不能够那个否认就是 也许有人会模仿 这是政府所不高兴看见的 他们不能允许说是一个年轻又漂亮的 这么年轻这么cherming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用这么一种从容和主动的一个态度 来描写男女之间的性 无论是性也好爱也好 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 就是女性是完全是占据一个主动地位的